HELLO 大家好 我是Vinder 今天是難得的日系手遊介紹 不過之後也還有不少款來勢洶洶 我個人是蠻期待的 Alice Fiction 開發與發行商為日本的Wonder Planet 旗下目前最賺錢的作品 為該公司開發 於2015年發行的Crush Fever 目前日版平均每月還有1億日元 約2000萬台幣以上的營收 而在其他國家的綜合營收則是約900萬台幣 至於其他作品就...安心上路 目前在台灣還有帶領一款知名IP改編的作品 由SoundZaps開發的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Fantastic Days 這款在日本的表現比Crush Fever好一點 在上個月還有約4000萬台幣的營收 但在台灣就有點飄了 上個月僅200萬台幣左右 這款我之前也有玩過 但也有段時間沒有打開了 目前都是在資料夾裡吃灰 不過這跟遊戲性有關聯 我後面會一起講 本次遊戲為回合至二次元卡牌養成 開頭會引導玩家理解遊戲的世界觀 講述在未來 人們生活都與虛擬世界不可分 甚至可以將意識登入其中 而主角因為某次事故 為此展開冒險 開場跟音樂的表現方式我覺得很不錯 沉浸感很棒 而相關設定的世界觀 其實作品也蠻多的 像夏日大作戰 一級玩家等 也是最近都在虧錢的Meta 想實現的遠大目標 不過實現夢想之前 遭受挫敗都是必經之路 而例會方面 如果我沒搞錯的話 這款為原創作品 因為另一款Crush Fever我沒玩過 也許人物設定上是有所連結 也才有很多現實或者神話的知名人物來做命名 像是貞德 太公望 安徒生等 服裝設定上看得出來也是因此為考據 但並沒有使用目前主流的Life 2D 只有眼睛的部分會動 整體是蠻常見的就是畫風 但很多角色給我的感覺 都會有那種類似或者熟悉感 很像在哪邊看過的樣子 但有可能是站姿跟畫風比較保守的關係 總之是比較沒有記憶點 對比起來我個人是比較喜歡 遊戲中世界記憶的例會 在這邊我也舉個例子 像必然航線也是有大量的角色 但例會的多元性讓你不會有種重複感 總之就未來可期吧 另外如果UI界面可以調整一下會更好 比較總是壓在例會上面嘛 而且像這位阿瑪迪斯在畫面的位置上就偏低 而畫面右側的空間也沒有完全利用到 現在很多主流遊戲都會有一種異形適配的功能 這點廠商可以考慮未來跟進 角色養成方面蠻輕鬆的 順著主線打一打就能拉很多角色 也不卡你主線 不會強迫你去刷垃圾關卡 這點非常友好 戰鬥方面為即時回合制 採用類似三消的玩法來進行 而且是有思考時間的 挺考驗玩家反應力的 但如果你怕手彈的話 也可以交由AI來幫你 其中不分敵我 只要施放任意技能 都會有各種切換或者拉近的運鏡 藉此加強施放的魄力跟動態表現 但實際體驗下來會有點太多太晃 其實這表現的手法可以再精簡一點 像可以無視小怪或者專注在大招奧義就好 但表現畫面確實夠華麗 美術好評 其他玩法就比較常規了 這邊就不贅述 課金點跟福利這邊我放在一起講 美食中需要3000鑽 不考慮其他禮包跟手儲獎勵的話 抽一單約800元左右 而卡池方面沒有保底機制 算是唯一的賭點了吧 課金只是保證抽出來的星級 但你要撈特定角色的話就還是要靠運氣 像後期的美好世界 也有能定鬼特定角色的抽卡池 但角色選擇並不多 而且活動UP池還是造就無保底機制 而對於這個機制我個人是覺得還好 畢竟送的還算大方 像龍族拼圖也沒有在跟你保底的 我客玩家就是跟著活動玩 拿送的石頭抽就完事了 而手抽其實也不用特別去刷 這款遊戲不意外的話 也會跟美好世界差不多 未來推卡會推得很勤 每次活動也有可能會送個角色 活動打通都是糟糯的事 頂多就是PVP競技場排位比較難競爭 但那交給客廠去玩就好了 並不會影響你體驗整體遊戲 結論 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 讓良好的遊戲喚醒韭菜 做了之前玩美好世界的經驗 這款遊玩體驗相似度很高 整體來說沒有什麼壓力 直接主線或者看劇情 搭配任務就能讓你領不少石頭 無客跟微客是肯定能玩得很輕鬆的 且過往廠商也會不定時透過線上線下的活動名義 來送各種石頭 而日系遊戲最大的優點就是很常會跟其他動漫合作 或者本身串門子到別人家也是很常見的 像目前美好世界就跟炮解聯動中 當然也有可能跟母公司Cyber Agent本身夠強大 不過整體來說還是可以期待一下 但這類遊戲可能也很容易退坑 像我之所以沒有繼續玩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玩法後期也沒太多變化 除了增加越來越複雜的養成以外 每天就是固定刷素材跟活動後就下線了 真的是很容易收菜收到美目標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Bind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